驼峰航线,最先进运输机飞越最险峻的航线,载珠罗子来圆滑。 1942年下,我沿海各港口、公路、军被日军封锁,甚至为切断我国与外界的最后一条通道,中缅公路,出动8万日军并于5月攻占缅甸,企图靠此彻底断绝我国和外界的联系,包括物资输送。 可以说,我海,陆军已无计可施,不得已,被迫开辟一条空中航线,驼峰航线就此诞生。 驼峰航线,始发昆明至印度东北加兰邦厅江机场,全长840余千米,却要经过喜马拉雅山东断群峰,才能进入云南高原和四川境内。 由于其山峰起伏连绵,犹如骆驼的封碑,故称之为驼峰航线。 这条航线高度在6000至6500米之间,空气寒冷且稀薄,并受气流影响变化很大,很多飞机因此而坠至山谷,常常击人亡。 图,喜马拉雅山上的飞机残骸,驼峰航线又分南航线,北航线。 在最初时候,运输机走的都是相对安全的南线,途经缅甸密支那道昆明。 后来,由于日军很快就控制了这片区域,运输机队不得不停而走险,去翻越险向环征的北线,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南路,经中国西南高黎贡山,横断山,怒山等,再进入云南高原。 图,驼峰航线空域地域图 当时,长飞北航线的是C46和C47两种运输机,这两种飞机没有雷达、导航、质养、自卫武器等设备,而且其飞行高度不得超过7000米。 所以,这两种型号飞机的航路线必须控制在7000米以下,而这个高度,对于驼峰航线来说,刚好是它花磅的位置。 只不过,这些花磅却是冒着寒光、森冷逼人的山峰。图,山峰起伏的驼峰航线。 如果说,高速公路是拿钱铺出来的,那么,驼峰航线便是拿飞机残骸铺出来的。 驼峰航线中,几乎每一个山谷,都能看到坠飞机残骸反射出来的亮光。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,我们完全可以严重占有追击碎片的反光飞行,我们给这条不满残海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,驴谷。 这是昆明驼峰航线纪念碑的一段文字,也是美国时代周刊对驼峰航线的描述。 据后来统计,光在这条航线上,美军就损失了1500架以上的飞机,牺牲优秀飞行员3000余人。 损失率超80%,而中国仅有的100架运输机,也损失了50多架,牺牲飞行员160多人,损失率也达到了50%。 图,当时负面作战,飞越驼峰航线,机舱里穿草鞋短裤的中国士兵。 驼峰航线,不仅对飞机驾驶员的素质要求很高,对普通士兵也是个很大考验。 当时物资十分匮乏,去往缅甸的中国士兵,当时穿的还是短裤,操鞋。 五、六千米的高空是极度寒冷的,不少身体瘦弱的士兵,甚至在飞机上就已经冻僵了。 再加上高空吸博氧气的折磨,其他人也多多少少出现了呼吸困难,耳鸣甚至晕厥等症状。 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颠簸,让许多士兵未曾战斗就成了伤员。 那是一条充满死亡气息的航线。 中国远征军第54军武师师特务连连长游广才回忆驼峰航线时,沉重地说了这样一句话。 然而,驼峰航线在当时对于我来说,却是尽存的一条生命航线,这个航线的繁忙程度,可以说,与今天许多大机场相比也毫不逊色。 图,经过乌家霸机场民居上空的运输机。 二战时期的中国,还是个较落后的农业国家,许多战时急需的工业装备和技术都没有。 所以,当时的一切,都只能靠这条紧存的航线来保障积阳。 据统计,当时经由驼峰航线从印度运网中国的物资共约85万吨。 这些物资包括石油、武器弹药、药品及医疗器材、燃油管道、以及机器设备和粮食、备服等军需品。 L945年7月,驼峰航线的通运量达到最高峰,71042吨。 如果一运输机每次5吨运量算,则平均每天有470多架飞机精子航线进入中国。 图,从驼峰航线上空运国内的P-40战斗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驼峰航线的运输机几乎无所不运,包括牲畜和战斗机。 一般一架C-47能够运4到5匹螺子。 这些螺子,在道路崎区,通车不变的西南地区,就是最主要的运力。 而战斗机则更是战时的日常消耗品。 不夸张地说,是这条航线保住了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大片区域,以至于保住了全中国。 抗战胜利后,驼峰航线便结束了他的使命。 但当地居民,甚至全国百姓都不会忘记这条航线,和曾在这条航线上奉献的勇士。 于是,舰管立碑,驻书一说。 图,2002年12月21日,驼峰航线纪念馆在云南怒江片马罗城,这是国内唯一陈列驼峰坠机的展馆。 本号优势独家文章推荐。 朝鲜战场上的中国超级工程,曾令崇拜火力的美上将黯然离职。 没有这位开国上将再三请战,海南岛将成另一孤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